新闻介紹我們來看是專門生申請醫療電修的大廠 大陸企業高雲有限公司 在家裡買到後工藝庫 記錄到新建春榜的契用電力 由大陸企業的黨署長老闆典 和家裡管長翁張亮來主持的契用政策的儀式 也正式在申告到買到後工藝庫 將作為台灣各界醫療企業的生申儀態 大陸公司主要生申電修醫療器材 集球醫療貨宅 以及微創秋述醫療貨宅 各界醫療申品 這自23月建造1.3萬平的生申期 以後每年帶來超過2月3日 以及3年後中19280位 轉業各界技術精管的輸給 為家裡添加集結機會 以及地坑稅收 除了大陸公司生產製作的各界醫療申品 將結合橫窟附近的中間醫療貨宅 以及未來買到後期橫窟 所有幾月90公斤的地匯健康照顧科技橫窟 必定帶動醫療申業的發展 並且建構各界醫療照顧環境 大陸企業真重肉層 肉層代表的是後面有很多的工作人員 未來三年後大概會有將近300位工作 高級的工作人員在這邊進駐 大家知道實際上大龍是一個走了30年 而且在全世界速戰力非常高的醫療產業廠商 可以說是非常的辛苦 在他們已經創業有成 特別挑了在嘉義 馬仇歐這個地方來設立他的新廠 我們也非常的翻臨 非常的高興 馬仇歐一期大概有27家廠商會來進駐 在二期會有更大的面積 跟台糖已經講好共同開發 大概明年二月就可以賣地 預計在2024年就可以交地 可以讓廠商去建廠 嘉義的產業佈局 我們希望這些所謂的優秀的企業家 到嘉義來進駐 能夠帶動嘉義的發展 那我想嘉義的進步 一定要靠很多外在的資本來投入 來建設這塊土地才有可能 那非常感謝我們劉董市長 想謝我們的大農企業 非常謝謝 歡迎文中良此次 北朝後工業區第一期 中有27間秋風建築 第二期三入行區開發 已經跟台糖公司出地合作開發模式 未來最上南進農場 跟中部公關農場 工業區的開發會在管府立委 丹兵務員 創意他的努力之下 適合各間制補工業局交通 推動品質緊合的工業區 正經行博恩 中奈行 嘉義官 彩虹 伯登 歐美美國在台灣 日後美國共產黨